谈起霍元甲 可能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电影和电视剧中 那个擂台上挫败无数外国高手的爱国武术家 每当讨论起霍元甲的死因 就会有许多影迷或是霍元甲的爱好者众说纷纭 有人说霍元甲是练武的时候 因为肺病练武练死的 有人说霍元甲是在和人切磋的时候 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也有人说霍元甲是被日本人下了毒药 在暗中害死的 然而不论哪个结论 都无法令其他观点的支持者信服 直到霍元甲的棺材被专家打开掩尸 才缓缓揭开了霍元甲真正的死因 与此同时 霍元甲的玄孙女也为所有人揭开立场 关于霍元甲的百年骗局 霍元甲一辈子也没有和洋人打过擂台 1868年 霍元甲出生在天津近海县的一个标识家庭 他的父亲霍恩帝 在早年的时候一直从事着标识的行当 作为弥宗权的第六代传人 霍恩帝的武功极为高强 在当时中国贤少看见火枪羊炮的年代 一手好的功夫就是霍恩帝行走 江湖押标赚钱的资本 而伸手了当也就意味着要得罪不少同行 人们见霍恩帝武功高 押标安全稳定 纷纷指明要霍恩帝押送自己的货物 这就等同于砸了其他标识的饭碗 怎么可能不被人记恨 于是在四世出头的时候 霍恩帝选择明哲保身退出标识行业 随后带着半辈子赚来的积蓄和妻儿 已经来到了天津近海县 购买房产土地就此定居在了这里 有霍家的族人 仰慕霍恩帝的武功就纷纷前来投奔 霍恩帝虽然武功不传外人 但是对于自己的宗族道也算得上客气 于是在闲暇之余 就会教导族人们练习弥宗拳的功夫 唯独自己的儿子霍元甲 人凭霍元甲如何请求 霍恩帝都不愿意交给霍元甲一招办事 因为童年的霍元甲身体体弱多病 而练武需要强壮的身体 以及坚定的意志 霍恩帝认为霍元甲受不了习武的艰难困苦 同时也不看好霍元甲习武后的成就 到时候如果霍元甲在外面被人欺负了 疑问还是学过武功的 那说出去可就丢了霍恩帝的连面 因此霍元甲为了学哥一招办事 只好偷偷去偷看哥哥弟弟习武 他们在院中练 霍元甲就在一旁悄悄模仿 模仿之余 霍元甲还得提防被自己的父亲发简 因为一旦父亲发简 那么霍元甲就免不了要受到一顿皮开肉战的惩罚 霍家大院里肯定是练不了武 在霍元甲记下父亲给同族传授的招式之后 霍元甲就自己一人偷偷跑到院子外的草书林里 自己一个人琢磨推敲 然而霍元甲每日的反常举动 终究还是被霍恩帝发简了 毫无意外的霍元甲受到了自己父亲的责罚 在责罚结束之后 霍元甲见自己的儿子诚心想习武 这才决定改口 只有霍元甲发誓不与外人比武 以免给自己丢人 才允许同其他人一起练武 就这样到了1890年 霍家大院里来了个年轻的武师 听闻霍元甲早年在镖局的能耐 因此特意前来踢馆 这人功力相当深厚 一些霍家的习武壮汉 在他的手里都走不下来几招 这可让霍恩帝十分生气 当即就要亲自出手 给这个武师一些教训 谁知还没有等到霍元甲起身 22岁的霍元甲就忽然跳上了擂台 也不多说废话 白起架时就向着武师打去 一时之间 这武师竟被霍元甲打得狼狈不堪 一个不慎 就被霍元甲一脚半倒在地 狼狈地败下阵来 从这以后 霍元甲才改变了主意 眼见霍元甲一身武功已然不弱 这才允许霍元甲和别人进行比试 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 霍元甲在打倒了一个 前来讨教的武士之后 开始了自己在天津的游历之路 当时的天津 早在1860年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就已经成为外国人的一个通商口岸了 因此 在这个城市 霍元甲时常能见到 身着奇装异服的外国商人 也能看见一些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 却不敢还手的屈辱场面 而霍元甲自己 也只是在一家剥削搬运工的绞刑 干过一段时间的管事 因受不惯这种欺压百姓的公司 后来到了天津的城北外的 怀庆药店 打工工作 习武之人 力气强健 在药店中 霍元甲的工作 多是挑着沉重的药材 在实质的六轴中碾压药材 药店的老板 农敬孙比霍元甲大上六岁 他本不姓农 而是姓虚 他在学校私塾的教师 是一名太平天国运动的将领 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 给农敬孙做了教师 在教师的引导下 农敬孙的心理也开始反清 在前往日本留学的途中 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并因此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为了保密以及发展同盟会的势力 农敬孙这才改名为农 并开设了这家淮清药店 孙中山 陈其美 宋教人等一众同盟会人士 都曾在此相聚 因此 在药店打工的货元甲 也就受到了这些人思想的影响 同时 他也和农敬孙 以及影视作品《金武门》中 陈真的原形 陈其美成为了生死之交 在这里 农敬孙常常给霍元甲 讲上一些进步的思想 以及国外的故事 在清末的年代 引导霍元甲 树立起了精忠报国的信念 另一方面 农敬孙讲述的实际 也对于霍元甲的冲击非常之大 在听说过火枪的威力之后 霍元甲甚至还曾一度 对自己的武功产生了疑问 既然不论功夫如何高明 都逃不过火枪的子弹 那么习武还有什么用呢 霍元甲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向农敬孙进行讨教 他看见天津的武功高手王悟空 在火枪的威力下 被一击毙命 还被洋人挂在城头进行羞辱 于是他问向农敬孙 经科学名 火气出 杭震变 虽有无勇 将安用之 如果在百年前 自己的武艺还可以建功立业 可是现在不是成了无用的功夫吗 龙敬孙告诉霍元甲 虽然火气的发明 让习武者已无法躲避 但是如果中国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武术 那么外国人认为 中国人软弱的印象就无法消除了 这让霍元甲沉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之中 一个俄国的大力士来到了中国 并扬言自己的功夫 要比所有中国人都要强大 他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并将其刊登在洋人的报纸之上 一时之间群情激愤 却又无人敢与同这俄国人比划 龙敬孙找到了霍元甲 希望霍元甲能去拜拜这个俄国人的锐气 于是霍元甲就找到了这个大力士 约定在戏园同大力士比划两下 谁知道约定的时间还没到 这个俄国人就从天津人的口中得知 霍元甲不仅武功高强 就连力气也十分强大 听到这里 这个俄国人哪还有什么鄙视的勇气 到了比试的那天 还没等霍元甲动手 这个俄国人就临阵求饶 只说自己是来表演的 霍元甲在早前得到过孙中山先生的交代 于是让这个俄国人将自己的话语 刊登在报纸之上公开认错 这才同意放了他 就这样一份份 俄国人跪地投降 得报纸刊登而出 虽然霍元甲并未出手 但是仅仅是俄国人投降这一新闻 就让许多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后来 农敬孙告诉霍元甲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让霍元甲这样做 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 中国人不是孬肿 也是让更多的中国人 得到思想上的解放 这让霍元甲大受鼓舞 之前心中的疑惑一扫而空 他明白了 原来救国救亡的道路 并没只有思想和火枪 哪怕是习武也就救国救亡的方法 1909年 一个来自英国自称大力士的奥比因 来到了上海 他在这里摆下了擂台 并再一次扬言中国人是东亚并夫 虽然上海的民众极为不满 但是他们看奥比因身高体壮 都不敢上前迎战 就在这个时候 正好在上海的陈其美 将霍元甲邀请了过来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刊申报 还特意刊登了 霍元甲同奥比因之间约战的报道 1909年12月4日 申报 以题为 中西大力士比较权力之创举 记载道 有文大力士霍元甲前日已登场誓言 权力金勇绝伦 无敢与之较量者 昨日由美国大力士奥比因 与霍军定立生死书 寻力报名补防 被阴阳一千元以为财物 准今日下午二点钟 在音乐场歌舞台上 各以死力相拼 届时必有一场狠斗 事成我中国从来未有之创举也 一时之间 无数上海人 对这一类台较量密切关注 而霍元甲下 跑俄国大力士的威名 也从天津传到了上海来 这英国的大力士 在较量的前一天 找到霍元甲 要求霍元甲不能使用纸 足坚等部位的中国招式 霍元甲淡然自若应允下来 谁知道到了比赛的时间 霍元甲等在了擂台之上 这大力士奥比因 却怯战而逃了 其理由在申报之上这样写道 奥皮一一级将来决力时 均不准用脚钩 直戳诸法 而霍军以中国全数自有心传 不能舍所长而用短 故彼此议论 以为能妥恰云 也就是这个时候 无数人才开始挖掘 奥比因的真实身份 这才发现 原来这个奥比因 竟然只是一个马戏团的团员 他本想用限制武器 让霍元甲自行离去 却没想到霍元甲浑然不惧 只好强行解释 狼狈逃窜 经此一战 虽然擂台最终还是没能打起来 但是霍元甲的威名 在上海以及天津 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时之间 习武之风席卷而来 在当地卷起了一阵习武浪潮 而农敬孙也找到霍元甲 希望霍元甲能趁着这个机会开设武馆 吸引更多爱国人士 霍元甲应允了农敬孙的建议 1910年6月1日 霍元甲在农敬孙等人帮助下 中国精武体操会 在上海正式举办 然而就在三个月后 日本柔道会的高手便打上门来 要和霍元甲以及弟子相互较量 这是霍元甲唯一一次 同外国人动手 他带着自己的弟子 同日本人同台较量 只是虚晃一招 就让日本领队股断惊蛇 日本人这一看当即发怒 顾不得什么武士道精神 就要一拥而上 然而中方的公正人 却及时劝阻了这场较量 事后 日本领队并未动怒 反而邀请霍元甲留宿 并安排美食招待 他听闻霍元甲时常有咳嗽 就让一个名叫邱野的医生 来给霍元甲检查 虽然霍元甲的弟子极力劝阻 但是霍元甲认为自己坦坦荡荡 欣然接受了日本人的好意 结果多日之后 霍元甲咳嗽 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愚发加剧 没过数日便病重身亡 事后 日本人拒绝承认 使他们下了毒 而邱野也早已不见人影 霍元甲的玄孙女霍靖红 在一次夺冠之后的采访上 证实了霍元甲没有打过擂台的传言 1989年 当天津市准备为霍元甲重新修缮坟墓 需要将霍元甲的尸骨移出之时 才发现霍元甲的胯骨呈现黑色斑点 而这 正是霍元甲被下毒的证据 那个名为邱野的医生 故意不让霍元甲在治病时提前出院 为的就是要给霍元甲下上一剂慢性的毒药 日本的柔道会领队 因为被霍元甲击败而恼羞成怒 这才让邱野暗中毒死霍元甲 而根据霍元甲当时的弟子所说 霍元甲所中的毒素 是一种慢性的心肺溃烂之毒 霍元甲之所以在治病之后 咳嗽咳血越发频繁 就是因为毒素已经令霍元甲的身体无法承受 至此 伴随着霍元甲的尸骨 以及玄孙女的证词 一个完整的霍元甲形象才真正显现 他确实同所谓的大力士立下过战约 却从来没有同任何大力士打过一场擂台 唯一一次同外国人较量 就是与日本人的较量 而霍元甲也确实是死于日本人的毒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好